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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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又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我目前呢 是先離開美國 預計會三週的時間 那主要就是 要來照顧我的媽媽 陪伴我的媽媽 那希望我媽媽呢 能夠順利順利的康復 大家再幫我祈禱一下 希望我媽媽可以順利康復 那這次在離開美國之前呢 我也 大大感受到我 受到上帝宇宙的保佑 這次能夠順利 離開美國就是 要先順利拿到這個 臨時出國許可 非常非常順利的拿到了 非常感謝 然後呢 在離開美國之前 我也接收到通知 我順利 通過在美國工作的許可 非常非常的感謝 希望大家 最近也是可以過得比較順遂順利 這樣子 那一樣 吸引力法則 希望大家可以保持正面 然後吸引更多正面的能量喔 那今天的主題呢 你的下一個人生鬼人 那主要是我之前在頻道上有詢問大家想聽什麼樣的主題 這是其中一個網友給我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個主題還蠻有意思的 那我就採用它的意見來當作這次影片的題目喔 好 那這次的選項有三個 那我採用的是雷諾曼牌卡 那雷諾曼牌卡蠻有意思的 它每一張牌卡都有 呃 代表的一定的人物啊 地點啊 時間 所以我覺得相當適合當作這次主題的指引牌卡 那大家可以根據牌面或者數字 選擇一組跟自己 呃 最有感覺的一組就可以了 那一樣 今天是大眾占卜 呃 內容不一定跟所有人都一定相符 那就 呃 截取跟自己最有 呃 相關 呃 有利的訊息就可以了喔 那還沒有選擇好的朋友 可以先將影片做個暫停 那選擇好的朋友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解牌囉 哈囉 選擇第一組的朋友你們好 感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喔 那你們這次選到的指引牌卡 雷諾曼牌 抽到的是第三號牌卡 船 那 這張船 呃 時間點來看的話 因為呃 大家都知道船的航程時間都會比較長一點 比較久一點 所以我覺得您這個人生貴人出現的時間點 可能會是在呃 三個月後 或是在呃 日期啊 時間點上有出現三 這個 三的日期或三的時間點都有可能喔 那有可能是呃 呃 某個月的三號 十三號 那也有可能是三天三個禮拜都有可能 但根據船這個 航程的時間來看 比較長嘛 所以我覺得大概可能都會是在三個月後 比較有可能 呃 那在地點上來看的話 呃 根據船卡這個 排卡的特性 我覺得 你有可能會是在呃 呃 各個交通場所 例如車站啊 碼頭 機場 那也有可能是在海外 因為出海 遠行嘛 有可能是在海外 會遇到你的貴人喔 那所以我覺得很有可能是你是在呃 出差的時候 或者是你去旅遊的時候 會與這個貴人做相遇 那 這個貴人啊 我覺得 比較有可能 可能就是你呃 你的貿易商人 貿易公司 呃 有常常往來的一些 呃 貿易的一些人事這樣子 那有可能是從事交通行業的一些員工 那有可能是外籍人士 那所以我覺得選擇第一組的朋友 那 你很有可能 是要常常搭大眾藝術交通工具去出差 或者是你常常出國旅遊 然後經常會跟外國人做接觸 比較有可能會選擇第一組的朋友喔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查卡 還要給你什麼樣的補充說明喔 那這邊我先幫你抽了兩張時間點 那抽到的是八月跟十二月 那 距離十二月 呃 我影片發布的時間點還有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 也非常符合我剛剛提到 傳卡代表的時間意義 啊 三個月 那 大家可以非常注意十二月這個重要的 啊 月份喔 那 出現八月 有可能是你的貴人已經出現了 那或者是還要再等待更久的時間 那畢竟傳卡給人家的感覺並不會是那麼的快 那你可以再繼續聽一下我接下來的說明 那可以來判斷一下 你這個人生貴人是已經出現在你身邊了呢 還是你可能還要再等更久才會遇到你這個人生的貴人 那其他的查卡呢 你抽到了 呃 慶祝啊 感情以及年輕男子 所以我覺得 呃 你這個人生貴人啊 下一個貴人 可能是一個年紀比一小的男性 而且呢 我覺得到最後你們也很有可能會發展成一個感情戀愛的關係喔 你會感到非常的幸福愉快 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時刻 那如果你是有伴侶的朋友 我覺得有可能你的另一半就是你的人生貴人 那他可能就是已經出現在你身邊一陣子了喔 那他會為你的人生帶來 呃 許多 呃 樂趣啊 以及為你帶來很多的快樂 那並 幫助你的人生 啊 協助你的人生 很多很多 各方面 都會為你帶來很多的幫助喔 好 最後我們看一下你的塔羅牌喔 那 你第一張牌卡就抽到的是權杖國王耶 那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你的下一個人生貴人啊 男性的可能性是真的比較大 而且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具有自信 相當具有氣勢 非常有霸氣的一個人 而且他是一個相當具有領導風範的一個人 那我覺得他有可能是你的主管啊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 那或者是剛剛提到有可能是一個外提人士 或者是在交通場合會遇到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人 他基本上是具有一定 社會地位的人 他的地位 是比較高的一個人 這樣子 那我覺得 這一位人生貴人啊 可能也是特別是在你的事業啊 以及生活方面 帶來許多幫助以及協助這樣子 那第二張卡抽到是命運之輪耶 所以我覺得 你下一次遇到這個貴人啊 無庸置疑 真的是你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貴人喔 他會幫助你扭轉你的人生命運 然後往更好更棒的人生前進喔 那命運之輪又給我的感覺是 他有代表出差旅遊移動的感覺 那跟剛剛的傳卡提供的 含義訊息是非常像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選擇 第一組牌卡的朋友呢 是不是真的常常出差 常常出門旅遊 然後我覺得 人生貴人都會在這個 期間會遇到喔 有可能是你的主管跟你一起出差啊 那他幫助你很多這樣子 那有可能你到國外出差 那對方的主管 那非常欣賞你 不論是事業上 那也有可能發展成感情喔 那有可能單純是旅遊 然後有一個 厭遇遇到一個蠻不錯的人 那為你人生帶來很正向的改變喔 那我真的覺得你這個 下一個人生貴人出現之後啊 真的會給你很多 依靠很多支持 讓你在生活上呢 過得更加無憂無慮 就像第三張牌卡 金幣酒一樣 你每天真的是可以過著 幸福快樂的日子 你可能他會幫你當作成 呃 皇帝皇后公主王子這樣子 你真的不用做什麼事 你就可以享受你的生活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現在想要創業的話呢 你這個人生貴人 真的會給你很多幫助 很多協助喔 好那以上 就是給予選擇第一組傳卡的朋友的 解排跟說明喔 那我覺得 哇 你的人生貴人 真的會蠻棒的耶 會幫助你 協助你非常多 而且很有可能 也會成為一個戀愛關係 可以說是 戀愛 事業 兩得益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哈囉 選擇第二組的牌卡你們好 感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喔 那你的指引牌卡 你抽到的是34號牌 魚 那剛好魚這張牌卡的時間點 呃 是比較模糊一點的 那有可能是你要再等個幾個月 那有可能是下一個節慶 下一個季節都有可能 那我們稍後還會再看一下查卡的補充說明 再做更進一步的啊 時間上的分析 那以地點來看魚 他這張卡就會跟水比較有相關的地方 可能是這個貴人會出現的地方喔 那也有可能會是跟在金融啊 會計啊 貿易等等的相關場所 因為魚這張卡也代表著錢財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貴人他的職業 也許也是在這些場所工作的人喔 那也或者是這個人 也有可能是你的老闆 那他是付你薪水的人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選擇第二組的人啊 你會不會剛剛也想選第一組呢 因為我覺得你們兩組 船跟魚可能都會比較接觸海外貿易 跟在水邊有關係 那只是第二組 與這張牌卡 有特別在強調一些錢財 財物金融的訊息這樣子 那如果你剛剛有1、2、2張牌卡在選擇的話 你也可以聽聽看1號牌卡喔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查卡的補充說明喔 那這邊我們抽到的是10月跟8月 那剛剛第一組呢 他也有抽到8月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如果想選第一組的人呢 可以也聽一下第一組 可能也有屬於你的訊息喔 那8月呢 就跟剛剛第一組有強調的是 有可能這個人已經出現在你生活中了 因為現在是9月嘛 所以他可能早就已經出現了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你還要再等很久 那因為我的影片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有可能是在明年 可能5、6月才看到我的影片 那8月可能也馬上就來到了 那也說不定這樣子 那第二張是10月 那等於很快耶 在兩個禮拜中秋節過後 馬上就要到了喔 那10月中秋節 那也有一個比較長的假期 所以你可能可以出國旅遊 或出遠門旅遊這樣子 那因為你抽到是魚嘛 剛剛有提到一些進水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去一些海島國家 海邊、沙灘等等地方 很有可能遇到你的貴人喔 好,那我覺得 選擇第二張牌卡的人 可能不知道部分人 最近是不是有一些 健康上面的問題呢 那我覺得這個貴人 他會來幫助你 協助你 然後給你很多建議 然後度過這個健康的難關 給你很多正面的能量 然後從傷痛走出來喔 那不論是不是健康方面 或是其他方面 我覺得這個人呢 他都會一步一步的陪伴著你 然後給你很多支持很多鼓勵 然後克服你的遇到的困難這樣子 然後他會要你不要輕言放棄 雖然這一路上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不是那麼的順遂 但是這個貴人都可以幫助你克服難關 然後影響成功 影響一個美好的未來喔 好,那我們繼續看一下塔羅牌 還要給你什麼樣的訊息喔 哇,你第一張就出現的是戀人牌耶 那代表很有可能是你的伴侶 你的另一半就是你重要的人生貴人喔 那也有可能是你下一個戀愛對象 他會是你的人生貴人 會帶來給你一些人生重大的轉變 那剛剛可能有提到一些健康上面的狀況問題 那我覺得你的伴侶真的是你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會跟著你陪伴著你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不用擔心 那你第二張又抽到的是聖杯國王 就更不用擔心你身旁這位人死了 或是你接下來會遇到的這個人 人生貴人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值得信賴 你可以完完全全相信他的一個人 那我覺得他可能也是一個相當帶財的人 為你帶來財運的人 那他有可能也是搞不好就是一個金融業者 然後為你出一些財務的問題都有可能 那如果你在思考這個人 可不可以當做一個好爸爸 好老公沒問題 他絕對是可以信任的一個人 他絕對是一個模範父親 那我覺得 因為你在抽到最後一張是權杖7 那我覺得你這個人生貴人呢 他都會非常的勇敢來站出來 幫你解決任何問題 陪伴你解決問題 克服一切難關 他會勇敢的來幫助你面對這一切 然後清除一切的困難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你要相當的把握這個人 這個人真的是你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他給你很多的精神支柱 很多的鼓舞 給你很多的建議 然後陪伴著你度過的所有的難關 大大小小的難關 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這個人生貴人的出現 好,那以上就是可以選擇第二組朋友的解牌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說明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哈囉,選擇第三組的朋友 你們好 感謝你們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那你們今天的指引牌卡抽到的是 第十九號牌 塔牌 那雷諾曼的塔牌跟塔羅牌的塔牌有點不太一樣 他們比較沒有這麼的負面啦 那你這張指引卡時間點來看的話 也是會是給我比較久遠的感覺 可能你的人生貴人還要在一段時間才會出現 那有可能是你看到這個影片之後的十九週後 那也有可能是跟十九有關的日期 可能是每個月的十九號 都是一個蠻重要的時間點喔 那當然也有可能時間比較近的話 十九天後也有可能會遇到你的人生貴人這樣子 那塔牌代表是你貴人出現的場所 有可能會是在一些公家機關、法律機構 或者是大型企業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公司啊、學校等等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貴人的職業 有可能就是高階公務員、律師、法官、任何的高官 或者是父親這類的男性、長輩等等都有可能 那如果你可能有機會出這些場所 或者是你常常進入這些場所 然後可能都會有蠻高的機率 會遇到你的人生貴人喔 那當然也有可能你就是在這類場所上班 那我覺得你可以觀察一下你的同事啊、主管 都有機會是你的人生貴人喔 好那我們繼續再看一下 查卡還要給你什麼樣的說明喔 那我這邊先幫你一樣抽了兩張時間點 而且呢今天三組都出現了八月 三組都出現了八月耶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能前面兩組也可以都聽聽看 我覺得可能都有部分訊息是要給你的喔 那八月距離影片上的時間點都還要很久很久 就跟塔牌代表的涵義其實是一樣的 那當然八月有可能是他其實已經出現在你生病陣子了 已經出現了 但你可能沒有發現而已 那可以再看一下接下來的說明 看可不可以幫助你發現你的人生貴人喔 那你第二個時間點抽到的是二月 那一樣距離現在我上這支影片的時間點還有一段的時間 所以代表你這個人生貴人可能 並不是會這麼快的出現在你的生活中喔 那你可能要再有耐心再等待一下 那雖然要等待一點時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看到你抽到星星 又抽到耳朵 可以等待的是成功 你可以等待的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要繼續堅持下去 不要放棄 像這隻駱駝一樣 要堅毅堅強忍耐 然後相信你的人生貴人一定會到你的生活 雖然要一點時間 但是千萬不要放棄一定沒有問題的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塔羅牌 還要給你什麼樣的訊息喔 那你第一張抽到的是戰車牌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人生貴人啊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具有熱誠 那也是非常外向的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他做事呢其實是相當成熟的 他比較不會衝動物事 他會相當平衡 他是一個相當平衡的一個人 他會帶你著你往一個正確的方向快速的前進 然後指引你一個正確的方向 然後克服困難這樣子 那你第二張卡抽到的是全杖9 所以我覺得可能 接下來的路可能還是蠻長的 那一路上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困難以及挑戰 但是不用擔心 冥冥之中都會贏 老天都會贏你 你走向一個正確的道路 給你一個正確的解答 那這個貴人呢 也會幫助你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切的挑戰 因為你剛才抽到的是成功 又抽到好消息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不用擔心的 雖然這一路上還是蠻堅強 蠻...還有一段路要走的啦 所以要再堅強下去這樣子 只是你最後呢 抽中了這個惡魔的牌 所以我覺得 你可能個人比較是沒有信心一點的 所以你必須依賴著別人來幫助你 依賴這個貴人來幫助你 你覺得沒有他是不行的 但是這邊要提醒你的事 其實這樣的關係 這樣的想法 其實不是那麼的健康 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 你的貴人只是來幫助你的 你還是需要掌握 主導你的人生的一些方向 以及步驟 以及步調這樣子 那... 我相信你是可以從這個貴人那邊 吸取更多的經驗以及知識 讓你更加快速的成長作壯這樣子 那選擇第三組的朋友 真的是三組牌卡中 可能要等待貴人出現 要等比較久的一組 那像這隻駱駝一樣 他可能要穿越一個比較廣大的沙漠 一路上可能一些困難挑戰少不了 但是看到星星跟耳朵兩張牌 成功跟好消息都在等待著你的喔 所以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再堅強下去 然後... 一個正確方向 持續的前進努力 進步就可以了喔 好 那以上就是給予第三組牌卡的說明 那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解牌喔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呢 那幫我訂閱、按讚、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